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 中国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更好地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安全产品 历史已尽,并将继续证明 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两岸同胞都不会忘记 日本曾以侵略战争手段强行攫取台湾 殖民统治罪行沁竹难输 对中国人民负有难以推卸的历史罪责 日方利用防卫白皮书插手台湾问题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策 违背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做出的严肃承诺 损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加剧台海地区局势紧张 是完全错误和非常危险的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指法正当合法 日方无权说三道四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一贯尊重和维护各国 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 日本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 在南海问题上挑拨离舰 随美起舞 兴风作浪 是别有用心 不负责任的 中国军队有决心 有能力 有信心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